英伟达CEO王仁勋来了 这位风云人物到底在马来西亚说了些什么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之热闹 我是主播世祥 让我们下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英伟达掌门人王仁勋 本周旋风走访亚太地区 今日到访大马 在首都吉隆坡举办了一场媒体圆桌会议 有消息说 英伟达与洋总理机构洽谈合作开发数据中心 对此王仁勋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他给予洋总理机构很高的评价 并且称如果可以与该公司合作是一种荣幸 在这之前 洋总理机构旗下的电信业务 在今年初和英伟达达成了云游戏的合伙关系 媒体会议上 王仁勋还透露将与首相纳杜斯里安华 和我国的行业领袖会谈 探讨大马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王仁勋也展现了他风趣幽默的一面 他说 来马来西亚是为了见全球唯一的AI首相 安华·伊伯rahim 我们来换个焦点 谷歌的Gemini AI模型终于诞生了 这个好消息 缓解了投资者对公司在AI市场地位的担忧 带动股价周四大涨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股价单日上涨了5.3% 创下自7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市值增加了超过870亿美元 今年初 CheckGPT引发了大模型爆火 让AI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而微软对OpenAI的投资 被视为是Alphabet在AI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 如今 分析师对Gemini的发布感到欣喜 跟有者预计 投资者对于谷歌在AI领域悲观的情绪将会迅速消退 估值有望成倍数的上升 我们来换个焦点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一向来是加密货币的激烈批评者 原因或许是他的儿子多次无视警告 在加密货币投资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拉加德曾表示 这种资产具有投机性质 而且缺乏内在价值 并且可能会被犯罪分子利用于非法活动 他日前出席活动时透露 尽管警告了儿子 但他依然置之不理 并且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欧洲央行一直主张对加密资产进行全球监管 并为了反击加密货币 已经启动了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 即数字欧元 估计在推出之前还需要两年的时间 接下来先进一段股市快报 结束后继续为大家跟进三只股项 有的是沙沙野马特 ITmax系统和风容工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沙沙野马特 公司管理层乐观看待 未来无需再依赖进口的水泥塑料 各种交通管控和监控项目的竞标 但因为有了推广高端型号的销售组合 提高了售价以及降低低赚服型号生产等等多种策略 公司的赚服依然有所改善 第一季度赚服为10.5% 公司预计接下来能保持这个水平 肯纳格投行预计 该公司的工业部门和亚马哈的销售会持续下滑 预计要到明年7月到2025年6月才会有所好转 因此还要将2024以及2025财政年的净率预测 分别下售了8%以及10% 同时目标价下滑到10令吉50仙 但维持超越大势评级